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依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10月10号星期天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好我不知道现在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 然后呢 要进去餐厅里面消费了 因为其实我身边自己有蛮多在开餐厅的朋友 其实在5月份到9月份这段时间 他们真的真的真的太辛苦了 你知道我常常会经过这个东区 因为我自己的店开了东区嘛 然后呢 我常经过东区的时候看到以前啊 就是人满为患的那种火锅店 然后改成就一包一包的外带的时候 突然就突然觉得有一种很心酸的感觉 就觉得我们的世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不过现在时间点已经来到了10月份了 而且现在正在廉价当中 所以呢 其实如果是在尽可能的 譬如说现在餐厅都有隔板啊 什么之类等等 如果在就是大家稍微心情relax一下的时候 我觉得稍微聚餐或是聚餐厅享用一下美食 我觉得那是人生当中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 我觉得食物在我的人生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就是那种吃到好吃东西会开心的人 好 今天很开心呢 在现场邀请到了一位朋友 其实哦 我是先认识他老婆的啦 他老婆上次已经来过节目当中 哇 也是侃侃而谈 所以在他还没来之前呢 其实在我们POP有勾进的节目当中 哦 已经有听过他老婆讲他老公的种种 但是呢 今天很开心 因为呢 这位他老婆口中 什么都会 只要我出一张嘴 我老公马上把我绊到的这位主厨 而且是帅哥主厨 今天终于出了书 吴俊杰出了这本书 叫做深庄主厨吴俊杰的人生 和他的创意料理 我们今天欢迎作者吴俊杰 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 可能有点小小的陌生 或者是说你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 就林佩瑶他老公啦 欢迎俊杰 哈喽 大家好 我是Leo 吴俊杰 你比较习惯他称你 称呼你什么 怎么称呼你 一般大家都叫我Leo Leo是不是 是 那个Leo就是上次在我的节目当中 佩瑶来这里 然后就说你很多好话 觉得说你就是 他也是因为你开了餐厅 然后他去你餐厅用餐 然后你就开始展开热烈的追求 然后对他照顾我 到你们结婚之后 对他照顾我为无日之类等等的 然后我跟你讲他非常紧责 他就说我觉得我老公之后 可能还会出一本书 那麻烦姻佩多多照顾 我就说好啊好啊没问题 他真的都帮你把这个江山 稍微都已经安顿打好了 对谢谢 我老婆对我非常好 然后也很帮忙 你现在是在讲官方 官方说辞 这本书基本上我看应该有九成 是因为他才能出的 是吗 因为我看到这本书里面的很多照片 你不要骗我 我真的没讲我看得很细 很多那个手全部都是佩瑶的手啊 抱歉手的部分可能 我左边有出版社的人 他的手其实大概在里面了 真的吗 拍摄的助理 拍摄的助理没有佩瑶的手 因为我怎么看到那个插那个指甲油 感觉是佩瑶的指甲 然后尖尖的那种指甲 佩瑶其实还有跟我说这一个 她说这个指甲油 就指甲已经长出来一点点 会不会觉得不好看 对怎么都没有要去再做指甲的意思 对对对 也就是说佩瑶是不会犯这个错的 是吗 超完美的对 指甲对指甲很执着 好那我们来聊聊 立娥为什么会想要出这本书 而且其实你在写书的过程当中 刚好就是在疫情症严峻的时候 对啊 因为大家不能出去用餐了 总可以买一本书来在家做菜吧 不是啦 其实就是我蛮早以前就有过人 问我要不要出食谱书了 但在那个时候 我一开始还是厨师的时候 刚创业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个代表作品 就是我还是单纯 现在流行什么就做了什么 那那些菜色我觉得不能代表我 也不过就是我跟别人学的东西 那一直到我中间 其实书中也有说 我创业有点失败过后 中间在再起之后 做了很多很任性的东西 包括餐厅的样子 餐厅的菜式 服务的方式 那后来在有 刚刚是配合的经纪人 问我要不要出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 有很多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那其实书里面的料理 也大部分是这个样子 大部分是在外面 正常来说会没有这样的食谱 那就想要把这些东西给别人看一下 给大家 对 就基本上是把这些 我自己对料理的想法传递给大家 其实我觉得Liu 你算是现在在餐饮界的 也算是大亨了啦 因为其实旗下拥有蛮多餐厅的 你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你现在在 就是餐厅都在做哪些类型的 然后现在你自己下面有多少间的餐厅 我大部分的餐厅都是专精于红肉类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肉 那我有两个餐酒馆 一个是路易奇洗衣公司 一个是路易奇别楼 那一个在台北 一个在高雄 然后再来我开的就是烧肉店 叫路易奇电力公司 然后在高雄的分公司叫路易奇火力会社 再来就是两个Chris牛排馆 然后还有一个酒吧叫交易士 然后跟一个川菜 跟泰国菜结合的叫川泰辣 跟最后一个是算婚宴会馆的 The Roman在大直 其实涉率还蛮广的耶 还有一个火锅店 还有火锅店 火锅店正要开 正要开是不是 正要开 现在之前疫情这么严峻 然后你还要开火锅店 我真的觉得你非常非常有勇气 对觉得如果有竞争力的商品 我当然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还是会有赚钱的公司 这是一定的 这是事实 对我以前的时候 我会一直思考说 例如说明年要怎么做啊 或布局怎么样的 那其实现在开这么多店 这十家店总共花了我三年多的时间 三年又两个月的时间 那中间是完全没有布局的 也没有做任何的规划 就是我想要吃什么 然后我去做那个料理 或者是甚至是很多 也是我太太我配偶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我就开始测试 我觉得做出来的已经是 市面上没有的 大家会喜欢的 我自己很喜欢的 有热情的 然后我再套入一套我自己 属于我自己 有公司文化的服务模式 就是服务比别人差一点 我们的服务不算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是本来 就是有点半蜘蛛式的 了解 对 那这样的一个文化下去 那我就开了这个店 那今年假设我想了很多商品 有很多好的机会 我就开 明年要是一个都没有 我可能明年就一家都不开 就单纯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 比如说我自己身边 蛮多在开餐厅的一些老板跟朋友 他们其实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 为什么你出了这本书叫做 你的人生和你的创意料理 因为我觉得 每一个经营者 都有每个经营者不同的理念 有的人是就是 比如说市场工作 要做得很完整 就觉得说我开了之后 一定要成功 不能任性肆意妄为 可是听利友在 言谈的过程当中 虽然我刚开始 你坐下来才刚开始跟你聊天 就觉得其实你算是一个 蛮随性的人 你比较随心对不对 因为我最早开了四个餐厅 其实那时候也是蛮成功的 就是一开了就 短短的两个月内就爆红 红到我自己都吓一跳 走在路上都会有人认得我 这么夸张 因为就太多采访了 都是采访的餐厅 而且都叫不出我名字 也叫不出餐厅名字 打电话过来就说 我一请问是战斧猪牌吗 我去吃 有一家很有名的火锅店 那店长出来就说 先生你是不是那个战斧猪牌 对 就是那个商品已经打过我本人了 那我觉得那时候是很幸运的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就上了很多课 因为成功来得太快了 我其实说真的 我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成功 我就上了很多课 行销啊 公司经营啊 企业理念啊 企业形象啊 什么东西的 然后中间就 我觉得是迷失了自己 因为我有些人是很厉害的企业家 那我不觉得我是企业家 我就是一个厨师 把想要的东西传给客人 但那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想转化成企业家 我就开始做这些事情 我就把我自己的重心 全部都放在企业经营 怎么样增加利润 怎么样增加营业额 说实话一个餐厅 要增加营业额的方式 如果他座位数是保持一样的 简单来说就是算计客人 没错 我从你这边怎么样 多收一百块 跟怎么样 我少付出五十块的成本 这是最基本的做法 大家都是这样教的 那过程中一直这样之后 消费者眼睛血亮 说实话 书上都会告诉你说 怎么样让消费者 在这一餐中 多花一千块 他不知道 这很容易做到 菜单的顺序 品名 真的假的 颜色 我真的都没想过这件事 对 你到有些店 你就会突然一直想花钱 但是说真的 出去 我自己也是消费者 我出去就后悔了 我在买单那一瞬间 我就想说 哇 这一顿 整整很贵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我就不会再回来了 是 那当然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 营业额突然 暴风式成长了好几倍 然后这些客人 就再也不回来 那一个餐厅 一个做不起来的 没做好的餐厅 要再让这些客人回来 是不可能的 他不会再试一次了 他上一次已经配你 两个人被骗了三千块 他不会再回来了 那那个失败的过程 让我知道了 我觉得餐厅就是 以我自己的能力来说 就是很单纯的 做好吃的东西 给他们想要的服务 就这样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 在你的言谈当中 我听到了很多的 你对于自己 应该说你很肯去检讨 譬如说自己 譬如说成名了之后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成名 然后就觉得 后来又失败了 然后再不断地去检讨之后 接下来 你可以越来越随心地 去做到 你心中符合 你自己想法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 一件很棒的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我相信Leo的人生 有很多可以聊 包括了 你看他这帅帅的 穿一个西装 坐在我面前 听说他以前 年轻的时候 是一位浪子 好我们广告之后 来听听Leo讲一讲 浪子的过去 今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HUB Radio 是我养记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劲 10月10号星期天的早上 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出了这本书 叫做 身装主厨 伍俊杰的人生 和他的创意料理 坐在我对面 让我受访的就是Leo 这位帅哥主厨 好 这个Leo 你聊聊好了 因为现在既然 你的旗下有时间餐厅 而且其实包括了有 有泰式的 有火锅 然后有牛排 牛排 有算义式吗 创意料理 算法式 法式 好 那你在成为一位主厨之前 你本来就对料理很有兴趣吗 还是说你的过往是怎么样 那是我因为在美国念书 然后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 都瞒着我爸妈了 那就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高中也没念完 大学也没念完 你爸妈不知道吗 他们不知道 对 然后在美国大学是这样子 你课程如果还没上满三分之一 你就先drop out 就是把它退掉这个课的话 它钱会还你二分之一 那我就变小富翁了 你知道吗 因为学费越累积越多 我五年都没念完 我五年就 都没念 不是 各位 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不是拿这样 不是拿这样来存第一桶 人生第一桶金不是这样存来的好不好 他只是在讲他自己的过去 好 然后呢 那我五年只念了22个学分 你就知道我 那本来应该要多少学分 这一年是六十几个吧 大学必应该是快要200学分吧 然后你才念了22个学分 那你真的存了很多钱 存了很多钱 然后也不知道干嘛 我在白人区 我住在一个白人区 对 也没有朋友 没有华人朋友 那说真的当地 也不是说歧视了 他们不会跟你交朋友 说实话不太会跟你交朋友 就了解了解 对那我就 这些钱我就拿去念了餐饮学校 餐饮学校也没念完 还是没念完 念一念就觉得哇 就是我以为的餐饮学校可能进去 因为我本来就已经在家里一直会做菜了 做一些菜了 对 然后就发现怎么教这么慢啊 然后就算了用学校的那个一个program 可以去各个餐厅实习的 我就用那个开始去实习也不念了 就这样子 然后再实习 可是实习 美国实习没有薪水 所以我就早上在一家行销公司上班 然后就做了大概五年 我就我们家的绿卡 因为我们爸妈长期都不会去美国 那我们是移民 用用用 我是依亲的 依我父母的亲 那他们长期不去美国 他们的绿卡被取消 我就自然被取消 我就被遣返回台湾 然后基本上过程就是这样子 那最主要会开始做 我觉得对料理开始有兴趣 因为我在美国很常吃一家叫 Mastro的牛排馆 Mastro 好吃到不行 然后我那时候吃的时候就觉得说 牛排就是要新鲜啊 怎么样的 你跟服务生聊聊天 他就跟你说牛排要新鲜啊 怎么怎么做的 我就去Farmer's Market 就是农夫市集 去买一块肉 然后就问问那边的 butcher叫Tufu嘛 问他怎么做 然后就回家做 就试不出那个味道 就难吃到不行 怎么样的试不出那个味道 是 一直到真的算试出那个味道 也就是两三年前的事情 所以中间过程已经过了快十年了 我才真的做出我觉得 就是那个味道的东西 不是啊 可是我好奇的就是你 譬如说你去上了餐历学校 你也没上完 所以等于后来你成为一位厨师 你其实是有点算无师之痛 可是我觉得也算是你遗传了 妈妈或是外婆 他们的好手艺吧 是吧 实习了五年了 你有实习了五年 实习了五年 你要讲这重点啊 不然那个跳过之后 然后听众心想说 那这样子的话 我在家里肩肩荷包袋 我是名言就可以成为厨师了 还是实习了五年 实习了五年 那在这五年当中 你学到一些什么 学到很少 因为我换太多餐厅了 是 根本就没有做文 就换到下一家餐厅 都在做学徒 最基础的学徒会做的事情 打扫卫生 环境 备一点基本的量 其实所有的餐厅都是这样 你真的要能够拿到锅铲 那真的要能够 就算是在那边炒个蒜头 你都要熬很久 一开始都要洗东西啊 干嘛之类等等的 对 所以其实我也蛮推荐 去一些很热门的餐厅 就是热门的小店 那种厨师只有两个人的 进去一个礼拜内 他一定会让你上去拿锅铲 了解 所以后来你回来台湾之后 你才开始想说 你要来从事这一行吗 对 因为我毕竟我在洛杉矶 虽然做了五年 也蛮有兴趣的了 然后也觉得自己做菜 已经我觉得算好吃了 大概知道一点事情了 那毕竟 我觉得我在洛杉矶 在洛杉矶做西餐 也是蛮没有竞争力的 当然现在结果我们台湾有很多很厉害的 从洛杉矶回来的 非常厉害的 我没有那么 应该说没有想到那么多了 然后回台湾的时候想说 那我就来开个美食餐厅 我还记得我在 因为我住在Santa Monica 然后Santa Monica上面有一条 就在Santa Monica Boulevard 大道上面有一家dinner 就是那种美食餐厅 我们想象中的美食餐厅 那它在市中心呢 其实我们真正会看电影看到那种 吃个两片 两片那个汉堡肉 炒一个蛋的那种美食餐厅 其实在美国市中心是不存在的 那个都是在你开车要去Vegas 四个小时半路上中间一个 加油站旁边的店 它不存在吗 没有这种店 那我们看 那突然存在市中心的都会是什么餐厅呢 它虽然是dinner 但它就像是我们的卤肉饭一样 它很专精 做得很好吃 整家店 我每天早上十点钟前 一定要到那里喝它的巧达汤 因为十点十分绝对就卖光了 太夸张了 那时候我就问了他们说 东西 就是为什么巧达汤跟棉咒不一样 这么好喝 对 那个富山很热心 就带我参观了厨房一下 他说 你看 我们餐厅没有冷冻库 整个餐厅没有冷冻库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我觉得 东西进来两三天都全部坏光了 对啊 全部都坏了 所以它光是 它只是用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它设计了一个没有冷冻的厨房 这些厨师逼不得已的 每天只能做最新鲜的东西 卖完了就是卖完了 那 那个时候那一个想法 有点冲击到我 就是我们想象中的美食餐厅 说真的 台湾吃到的美食餐厅 九成也都是Costco的冷冻东西 拿去炸一炸而已 就是这样的东西 它炸东西有薯条 它也自己切马铃薯炸 它自己泡盐水 它自己做该做的事情 好强哦 那 跟我想象的美食餐厅不一样 那但是 当然我这样回去想想想 他们也是 因为在美国人 要是吃个白人开的卤肉饭 那你可想而知是怎么做的 没错 可能就调理包 是 撸一撸 喇一喇就出餐了 没错 他们当然不会这样 因为他们吃惯了美食餐厅 他当然不会去吃那个单纯的冷冻食品 所以 那个时候回台湾第一个想开的就是这样的美食餐厅 因为我回台湾就一直想吃美食餐厅嘛 那吃来吃去就是炸薯饼啊 炸薯条啊 一块我不知道什么什么肉啊 小小的一块肉啊 我懂我懂 可是你知道绝大多数没有去过美国生活的台湾人 就会觉得 哦那就是美食餐厅啊 不就很正常吗 对对 那就想开一个这样的店 所以那时候开的那个餐厅也就是 没有什么这样来弄苦 还是有 因为台湾交货不容易 但是基本上肉品 我们就用新鲜的冷藏的台湾的猪肉 去做这些东西 那 对也就是那一家店第一家店让我 就红了起来 嗯 说实话就是 其实你在你的书上有写了很多 我觉得在这个我们没办法出国的现阶段而言 看你的书会有一种 有点小小微微的过瘾的感觉 好像带我们去国外 像你书上又还写了一个 我现在就是因为你写了 我好想吃那个Sable Center里面那个热狗宝嘛 嗯嗯嗯 我就觉得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 就是你一个平凡无奇的热狗宝 你可以把它弄成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那种对于食物的执着 以及就是你就只是单纯的把想要把这个东西做好吃的那种初心 我觉得是很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对那个 对啊说真的中间 会到这样的想法中间的转变也不是我个人个性使然 中间那个餐厅的失败其实我把所有 因为刚开始创业是用青年创业贷款 我就开了赚了钱又开下一家 连续在两年三年内开了四家 你哪需要用青年创业贷款啊 你在美国那22个学分后来存下来的钱 那些钱呢 那些钱在美国其实划滑还是滑蛮快的 就说 所以就说嘛 这本书在写说利有的人生 过去真的是一位浪子 而且不是浪得虚名哦 还是真的蛮回我的 就是反正那些钱也不知道拿来干嘛 就是在美国其实也蛮好花 就把它花完了 对消费很高 你吃吃Metro吃个几次 其实就吃很快 因为美国小费很贵啊 了解 其实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些 经营餐厅哦 认真你是认真在写说经营餐厅的一些 比如说Pitball 然后或者是一些哲学 或者一些道理 其实你是真的有把它写在里面 以及在这本书的后半段 其实 你有没有看到我在这本书里面做了蛮多记号 这都是我想要做的料理 真的 就是我看完之后 我自己想做料理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因为我觉得 我以为啦 就是 就是一位主厨来出的书 就是天哪 那步骤超难的 弄一弄 我就心想说 要放弃了 没想到 这书还真离奇的好看 我们统统之后来聊一聊里面的食谱 青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10月10号星期天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 有够近 我是宜沛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帅哥主厨利友吴俊杰 好利友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有教大家一些小辈子 就是看起来 大家会觉得说 我们每天都在处理肉品啊 然后可是就觉得 好像为什么都不是很稳定 有时候鸡胸肉煎起来就是 我一样是腌 腌了盐 腌了黑胡椒 有时候就煎起来 而且买同一家的鸡胸肉 最奇妙的是 为什么有时候煎起来就是很juicy 有时候煎起来就是柴到不行 牛肉也是如此 到底为什么 你竟然在书里面给了我一个解答 赶快把这个小沛博 告诉听众朋友 对 这个其实我研究很久了 那这就基本上是蛋白质 跟逆渗透鸭的关系 逆渗透鸭都来了 逆渗透鸭 逆渗透鸭是什么东西 就是盐渗进 肉汁里面之后呢 它会因为盐分的增加 所以受热之后 它不太会容易被挤出来 因为其实本来你的肉汁 都是因为加热 热本身是压力 最简单的一看法 就是你煎牛排的时候 很多人都煎牛排 再加一煎 对对对 如果那个没有退冰好的牛排 你煎一煎你会发现 血是从上面还是下面流下来 上面 上面是会渗出血 对对对 那奇怪了 煎应该是下面一直渗血 为什么是上面渗血 其实就是因为它热是一个压力 是 它把这些东西挤压出来了 那所以很多人说煎牛排 会教你说四面先煎 封住血水 这是没有意义的过程 这个是没有帮助的 它不会封住任何人 我们现在打枪 所有在网路上 还有YouTube超多人 什么什么 那什么封住血水 超多的耶 因为照这样的说法 那我把人丢去太阳 是不是它里面都 外面很干 里面都很湿润 太阳那么热 我表面都封住了 那所以是无意义的事 那到底要怎么做呢 它能做的方式有几个 一个是加热的方式 你热渗透进去的时间 跟它的速度 第二个就是 像我刚刚说的 逆程的话就是用盐 盐是唯一有帮助的 就是 其实最简单一个讲法 大家会吃过那种西餐的烤鸡 对 跟我们台式的土窑鸡 对 台式土窑鸡 嫩 而且怎么扒那个汁都一直扒 没错 就是一直爆姜汁耶 西式烤鸡 我觉得鸡腿更香 但鸡胸干到不行 对 就是怎么吃怎么柴 对 尤其是那种什么 像我们家很喜欢 赶跟鸡的时候叫火鸡来 我就一定要把鸡腿拿走 对 火鸡鸡腿拿走 胸就给我妈妈吃 火鸡的胸真的 过分耶 妈妈需要减油脂啦 对没错 妈妈现在就是健身啦 妈妈需要就是瘦身这样子 不是 重点是火鸡 火鸡的那个鸡胸 真心不能吃耶 对 其实最主要的差异就是 我们传统的土窑鸡 咸水鸡这些这么嫩 就是因为它泡过盐水 它泡了一阵子 泡了一天两天 我真的生到一刻耶 泡了一天两天之后 用再怎么加热 它能够被挤出的血水 就是非常有限的 肉汁就会都会保留在里面 所以同理可证 如果我们今天要煎出 好吃的鸡胸肉 因为现在很多健身的人嘛 或者是说你在家要煎出 好吃的牛排 来利尔教大家 最好的撇步跟步骤会是什么 就是先撒盐 但是盐至少要在表面上 就是撒完之后 至少要一个小时 了解 也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小时 那你就要吃 那就干脆不要撒 你就间一间再沾盐 因为那逆渗透压 速度还不够快的时候 它的作用会是这样的 因为盐会吸出血水 会吸出液体 所以一块肉 你撒上盐 盐还在表面上 它会先把血水吸出来 是 可是盐又会慢慢渗透进肉里面 盐一定会平均化 渗透进去 它会把血水带进去了 这个时候到里面 完整的盐分统一的时候 它就是一块 你挤不太出血的东西 那这过程就很重要 可是如果你是在 例如说你撒上去 五分钟盲间 血水都全部被逼出来了 了解 不但被热逼出来 又被盐也一起逼出来 那我有问题 因为我自己在料理的时候 我其实都常常会有疑虑说 通常我们要腌制 肉品 盐或者是黑胡椒 撒上去 我到底要不要抹开来 还是说它其实根本不用 就放在那边 它自己就会吸进去 说实话是不需要的 你就是 太好了 你撒的 你就撒平均一点 但如果简单来说 你东西要盐 例如说有些食谱 会叫你盐一天的 对 你随便撒都一样 它到最后都会平均化 学到了 这样我就不用脏了我的手了 因为每次就是用那个肉 我都心想说 好好好不想弄 然后就常去又怕 又不平均什么的 好 我都学到了 那如果是一两个小时后 要用的话 建议还是稍微让它平均一点 那如果是一天的 其实你就把盐 盐就是这样 它会在所有物体中的水分游走 然后会到达平均化 那你就把一块肉 当成一碗汤 你撒左边跟右边 会变得比较咸吗 是平均的 还是一体 大家赶快笔记 今天这个帅哥主厨在现场 要教大家 这真的是小沛波 这我们真的想了很 想了很久 想不透 想说为什么每次做起来都不平均 明明就买一样东西 好 再来一个 也是大家的疑虑 你在书里面给大家解答 当然大家去买书 里面有写很多 就是很detail的内容 再来就是 我煎牛排的时候 我就觉得已经有油脂 它那个油花分布那么均匀 我如果再加油的话 我不就胖死了 我等一下还要再做多少的油氧 还有重训 教练会骂死我 这个到底 是到底煎牛排要不要加油啊 就觉得好像很油 这样说好了 煎牛排到底要不要加油 其实它没有一个定案 但是如果你想要煎 表面很脆的牛排 油单纯就是戒指 戒指就是指 因为牛排你看起来是平的 它绝对不平 它放下锅子的时候 它会因为纖维加热 纖维会缩 所以肉会有一点点缩面 所以你就会发现 有些地方浇到 有些地方没煎到 那牛排 我自己个人是喜欢吃恰恰 我不喜欢剪的灰灰的 那个恰恰不就是 那个什么叫什么 煤纳反应 没错没错 那那是最好吃的 所以你想要它整面都恰恰 你一定需要油 因为油也可以附着在不平凡的 所以我意思说 如果你没有加油 不会恰恰吗 只会有部分接触面恰恰 你以为整块都接触到 它就是其实没接触到 了解 那油在什么时候加呢 一样就是热锅的时候直接加吗 一开始热锅就可以直接加了 然后油基本上 看看它的冒烟点 那基本上我建议就是一冒烟就忙起来 可以再下去了 但是当然不要用很好的油 因为很好的油 它的冒烟点很低 那其实为什么有些人会煎牛排煎不下 其实很简单 牛 牛排本身里面有水分 水分蒸发的温度是100度 梅娜反应就是上色的温度是在120度以上 所以如果你锅子不够热你放下去 那锅子其实它接触面一直没有到100度以上 它就不上色了 它就变成水煮了 我懂我懂 而且很多人就是煎到那个肉油 开始变成灰色的时候就开始翻 那根本就没有恰恰啊 我就是要吃那种恰恰的 对 只是大家最主要对于牛排这个东西的疑虑 就是在于说你加了油 像你刚刚说的会不会变胖 对 不健康 其实蛋白质跟油是无法附着的 它无法这样子 简单来说炸牛排跟煎牛排 如果上面都没有放面粉 温度在都在180度以上的油温的话 对 基本上油滴滴就掉了 那这个怎么看最简单就是 你有没有看过牛排上面有一块油脂 有啊 乐盐 对 上面会有一块油脂 如果油可以这样子溶进肉里面 那块油脂切一切那块肉不就变成一块 对耶 就变一块和牛了 对耶 那但是你看 这不用担心咯 不用担心 但你看你把油倒进面粉里面 你觉得放了一天它会变怎么样 油倒进 它会融合在一起 对 那是淀粉 蔬菜泡在油里面泡一泡 其实蔬菜也会吸油 蛋白质不会 是 蛋白质如果会吸油 那就买一块肥油跟牛放一起 晚上就放一起 隔天它融合在一起 挖的那块牛就完美了 说的也是 我们就买最烂的牛 然后把它弄一弄之后 明天就变和牛了 对 OK 好 为我们达到解答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煎恰恰 然后你以后会害怕说 我会变胖 那煎牛排不要加油 Oh no 那是错误的 就其实是放油也没关系的 没错 那个油不会增加你 但是不能再放什么淀粉之类的 不能 因为有些人煎牛排的pebble 是沾一下面粉 没错 没错 就是很像炸猪排那种感觉 沾了面粉 你加油 那一块当然就吸油了 而且其实那个口感 我个人不觉得像是牛排脆脆的口感 就是面粉脆脆的口感 了解 好 在这本书哦 我觉得你很不偿失 你把后面啊 包括你在经营的餐厅 这么多餐厅里面 让你红的 比如说战斧猪排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我也很想吃什么剥皮辣椒 咸蛋黄意大利面 咸蛋黄意大利面 哇 哇 这全部都是我爱的组合 然后还有很多 比如说虾壳 比如说虾头 你要怎么样来运用 甚至你把你平常在家里会有备用的 比如说油跟辣椒跟蒜头下去弄完之后 存起来那是一种香气 你在里面写了蛮多 着重在于香气的部分 对因为我就是喜欢吃重油重咸的人 然后 你小心你的身体啊 所以我今天在减肥 我在替佩瑶 佩瑶叮嘱你啊 因为我自己 其实我自己很害怕 因为其实说真的 现在的全世界西餐走向 跟餐饮走向 都是走健康路线 没错 那我自己很害怕这一个 因为我以前好多很喜欢吃的餐厅 都变得没什么味道 那我自己很害怕这个 我还是想要吃很重油重咸的东西 我跟佩瑶一样吃辣 我们就要吃到真的够辣的 对对 隔天出不了门的那种 太夸张 你们两个你们两夫妻可不可以就是 稍微balance一点 不要那么极致好吗 对然后 那我自己的餐厅我自己的菜 我一方面这个食谱也就是想把我自己的概念告诉大家 就是我觉得吃东西我想要有这些味道 那这些味道对我来说很重要 那其实我觉得一个食谱 我自己以前买很多食谱 很多很厉害的主厨的食谱 那其实我觉得重点是 如果你照着食谱做没有去看细节 食谱会变成只是把食物煮熟 没错 那并不是煮得好 它例如说像传统我们常常说的 尤其我以前看台式 台菜中菜的食谱中最重要的就是爆香 它就说爆香完 大火爆香爆香完 那每个人爆香的成果是完全不同 而且每个人对于爆香的定义跟想象完全不一样 没错 而且你知道你的食谱有多离谱吗 你的食谱是我唯一一本 我做这个节目这么久了 我看过这么多访过这么多的厨师 你的食谱是唯一一本 叫大家锅子不要冲 还是锅子要冲 你写超级无敌细节的 可是这对我们在做菜的人来说 这就是我们的疑虑很有帮助 可是绝大多数的食谱不会告诉你 它就是说爆完香之后把东西丢进去 问题是我又不知道什么叫爆香 你竟然爆香可以写超多的 对因为那个是重点 我们在西餐里面有个过程叫 就是萃取 你把东西炒焦焦的 锅下面焦焦那个东西 加了一点液体之后 它就会被产出来 产出来那就是风味的来源 很多的餐厅 我们都是把它倒掉 对很多就把它倒掉 像我们有时候 尤其我以前做牛肉面 我网络看的食谱 最多就是爆香完 先爆香然后再把肉煎的焦焦的 没错没错没错 肉煎焦 OK那煎单面吗 双面吗 煎到多焦 这我都不知道 煎完之后那锅子怎么办呢 大家其实不知道 传统的店最好当然就是同一个锅子 因为你把肉煎焦焦的 它的风味大部分其实附着在锅子上面 对 不是附着在肉上面 对 都焦在底了 那你用那个直接冲水下去 开始滷牛肉汤 那才是最好喝的啊 我就不知道因为书里面没跟我讲 我就是看你的书之后才知道 原来你都里面教我说锅子要冲 锅子不要冲 锅子先休息一下 锅子等一下再拿哪个锅子来用 然后先加一点水什么 就是写很detail 对因为我自己以前也被这些食谱 弄到很烦过 弄到真的很烦 我相信应该是市面上 很多人都一样被食谱 因为很多人 我觉得食谱是出给 真的会做菜的人看的 或是说做菜经验已经很丰富的人看 因为他们对于这些不会有疑虑 可是对于新手就是非常不友善 对 not friendly 没错 就想说写下三 最怕的就是那个步骤是写 就是没有写时间或是没有写过程 对 跟第二个最怕就是少许 我人生最怕就是少许 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讲各位不要再写少许了 我每次为了少许 虽然我现在已经做菜 已经有一些菜色 是我是自己可以想 然后自己会创意 就是说我想要这个加这个 什么 可是问题是我每次看到少许 我心想说 我一头雾水 黑人问号 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要少许 好来 在这个Leo的书里面 到底会不会有少许呢 或是在你的书里面 会写些什么呢 我们广告之后一点点的时间 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Leo聊天 真的是太开心了 因为他讲了很多 讲重很多 我们从一开始 谁不是从料理新手开始 我们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厨师 我们旗下来很多餐厅 但是一位厨师 出了书里面 还可以教大家这种detail 你不会是站在高处 看我们这些凡人麻瓜 心想说 那你不一定就会啊 什么 锅子要不要冲水 这还要我告诉你吗 你真的很不厌其烦 就是很认真的在 很认真的在 就是调教我们这些 就是绝大多是 不太会做料理的人 因为我自己出了书 那我第一个最希望 就是把这些味道传出去 那第二个就是 不希望做出来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大家会有这个疑问 我希望大家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基本上是那个味道 那如果他觉得不好吃 那我就认了 那如果他觉得好吃 那很好 而不是因为过程的失误 造成这个食谱变得 不是我想要传达的味道 那个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蛮蛮蛮后悔的 而且这样就没有出这本书的意义了 说实话 而且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那个厨师出书会不会很难 就是那种步骤 我看了就是不想做 我必须要说 虽然现在听众朋友看不到画面 但是你知道里面已经 我贴了一些小纸条 并不是我出门才贴 是我一边看觉得 这主族蛮有心的 会为我们这些 就是怕麻烦的人设想 有一些东西就是烟一烟抓一抓 隔天拿出来弄 一样风味很好吃 你在书里面有蛮多这种小菜 对 里面有一些东西是 包括做完之后可以放几天 或是把它多做起来 或是把这些东西背起来 尤其是虾 其实我以前真的是很常 我很喜欢吃虾 那我书里面就有关于虾的部分 包括虾头跟虾壳 那个什么虾威仪 虾饭 我跟你讲 我真的就觉得 我怎么做都做不出来 那个味道 为什么它那个饭会有香味 我就是做不出来 但我觉得你的书里面可能可以copy一点 然后做做看 搞不好会像 对 因为很多素材 尤其像虾好 就是像虾 虾的部分 它风味来源是来自于壳跟头 对 它身体的味道其实很淡 对 那怎么样去保留那个味道 那我们传统很多 我们中菜很多做虾仁的 那你这时候虾壳跟虾头 就可以拿来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一个好餐厅也是这样子 不一定要宽 但是要专精 嗯 我可以用一个东西 制造出很多风味 我如果用 我如果叫一只鸡来 我就烤全鸡 那我就是一个全鸡餐厅 嗯 但是如果把一只鸡分成16个部位 我就是一个专业的日式串烧店 嗯 那还可以做出很棒的格调过来 没错 那每一个部位 分别用不同的酱料 不同的方式去做它 东西也会更好吃 那我想要传达的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了解 好 其实很多的detail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里面写的 那里面有蛮多小菜 我觉得哦 我跟配偶的口味可能也可以搭哦 因为他喜欢吃的东西 喜欢吃的料理 可能你们夫妻在家里 他说老公我想吃那个什么 你就去 就去厨房编一个那个出来给他 其实大家如果晚上在家里喝一点小酒 里面也蛮多下酒菜 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参考的 好 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一下这本书 深庄主厨 吴俊杰的 人生和他的创意料理 好 最后 帮我们点一首歌 送给听众朋友 你要点什么歌 我要点李盛杰的眼底星空 一定有什么原因吧 其实那也没什么原因 因为我在洛杉矶的时候 后来就一直辍学嘛 然后就没有朋友 然后那个时候就 回台湾的时候 回台湾的时候跟朋友一起 他在车上放这个歌 然后我就 对就喜欢上这首歌了 然后现在有很多人 我自己餐厅的员工都叫我 陆一期的李盛杰 是吗 所以你铺了一根梗 然后告诉大家说 我就是陆一期的李盛杰 声音是一模一样 但是我老婆很受不了 我唱歌那么油 是吗 那你要不要 干脆这个不要播 你自己唱好了 先不要这样 好 最后呢 大家下次想要认识他 或是他餐厅用餐的时候 就说 你们老板在不在 就是那个陆一期的李盛杰 叫他出来一下 我相信他会出来唱 《眼底星空》 给大家听的 好 最后呢 我们就不要 不要让沛杰听到这段收信 想说 一辈怎么让他唱这个歌 这样不行 但是拜托唱歌也是我唱 他都没有让我在节目上唱 怎么可以让我老公唱 最后我们就来听听 李盛杰原版的《眼底星空》 谢谢 给大家听听 李盛杰原版的《眼底星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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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